安波普通话足球快逊 2022年5月29日 戈亚斯适应巴拉干天奴 周日凌晨,八甲第八轮先战一场 届时戈亚斯将主场迎来巴拉干天奴的挑战 戈亚斯上轮联赛输球无缘三联胜 球员势必心有不甘 失忆面对近期整体表现一塌糊涂的巴拉干天奴 不妨看好戈亚斯借助主场之力迅速重返胜轨 另外,M直播届时将会有本场赛事的现场直播 作为经济八甲生斑马 戈亚斯在开局阶段明显仍处于适应期 他们前期轮联赛二胜二和三负的战绩也算是不过不失 就近况而言,戈亚斯在斩获联赛两连胜后 上仗做客一球不敌法林明高 导致未能延续连胜脚步 不过相比起开季投四轮的适应期 戈亚斯近期进步明显 攻击手艾尔维斯近五轮有四场都能破门 加上球队曾经连续二场灵失球的后防线演出也令人惊喜 戈亚斯近季首要目标,当然是为户籍而战 因此面对能够抢分的比赛,他们肯定不会轻易放过 而金杖座镇主场面对近期连续多场不胜的巴拉干天奴 就是一个大好机会 阵容方面,前锋路易斯施华因伤休战 由于近期需要进行双线作战 对于实力,本就并非突出的巴拉干天奴来说 简直苦不堪言 他们亦因此导致近六仗各项赛事未尝胜计 要知道,巴拉干天奴经济连赛投四轮路得二胜二合的不败战绩 期间场均攻入二球 但是近三轮连赛居然不胜 而且有二场都是颗粒无收 算上近期的南美自由卑分组赛垫底出局 巴拉干天奴更加连续六场只有二合四负的劣迹 表现支差大家有目共睹 另外,从巴拉干天奴进二仗作客军末 而且总得失求比位零比五来看 巴拉干天奴此番挨兵出征凶多吉少 感谢你收听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订阅我们的频道就是给我们的鼓励 就是给我们的鼓励 就是给我们的鼓励 比较周出益 相比较周围 感谢你挨兵出益 凶手 有足够取来收听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没有比较高 总多吉少